星期四啊 十一年多 十一年多 我們錯過了 凡科鋼高雄的學生習慣者 周子昌要以後來告訴我們 我們祝福華青年特別的一名 我們正在進行環島的這個活動 那今天很高興 來到台南市 可以跟市長還有局長 還有各位官員見面 這無疑的是 表現出台南市 對於學生的支持 對於訪科鋼已經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立場 我們非常的感動 但是今天也是一個 很令人難過的日子 因為今天就是8月1號 就是科鋼正式上路的一天 我們當然 現在很遺憾 沒有辦法在8月1號前 擋下科鋼 這是非常難過 一件事情但是 我們還不會放棄 因為在北部的同學 都還在教育部靜坐 那我們也會繼續 完成環島的行動 包括之後的屏東 台東 花蓮 宜蘭 我們也會到各個縣市 請局長或者是縣市首長 表態支持學生 那也希望 台北的朋友 還有不管全國的朋友 只要有在關心黨科鋼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沒有關心 但是知道這個議題 請多多支持我們 對這兩位同學的勇氣 羅市長說他是很敬佩 他來激來回應同學所提出的意見 對於 對於冠澤跟子祥 反對克剛的勇氣跟毅力 我表示敬佩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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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冠華 不幸過世 我相信大家都同感傷心 對於馬英九 跟教育部 執迷不悟 看他差壓著走 我們大家都深懇痛心 若市長來中間 他在今年一月二十九月 就已經對著新的課綱 直接告有報告不息 以來因素 那時候就關心 台南市的高中 都一直繼續使用 故意的課綱 我在去年一月二十九號 主持市政會議的時候 我就痛誠 教育部不當 就了課綱的法律人在 可以教育部 違反行政程序 強行通過新的課綱 當時我認為 馬英九 或教育部 就是希望 藉由課綱的更改 強行灌輸 意識形態 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 因此在當次的市政會議裡面 我就已經宣布 臺蘭市政府 反對新課綱 支持 舊課綱繼續沿用 同時我也已經要求 臺蘭市所屬的 市所高中 一例繼續使用 舊課綱 臺蘭市仍然有 屬於教育部 或中部辦公室所屬的 二十幾所的高中職 我們也同時呼籲他們 應該要選擇 繼續用舊課綱的書 不應該用新課綱 這個就是 臺蘭市的態度 總是 如果今天連馬英九 連教育部長都承認 新的課綱有爭議 那為什麼要強行推呢 這完全不符合 教育的精神跟理念 你們說對不對 對 更何況 更何況 高等行政法院 已經判決 教育部所推的 新課綱 是違法 已經違法了 還要強行推 所以我說這個是 歡迎查 試想 今天 臺灣的高中職 最多的仍然屬於 教育部 所管轄 一定會有學校 選擇 新課綱的 課本 到最後 如果 如馬英九所堅持 一定要官司 打到最後 如果 最後的官司 又判決 教育部的 新課綱 違法的話 那怎麼樣 去挽救這個錯誤呢 課本已經選了 老師已經教了 學生的思想已經受影響了 怎麼樣回覆啊 最後 如果市長特別一到 台南祖家洋葵 壓不變 玫瑰的精神 送白玫瑰 給黨鼓勒 並且 立對 環桑營 繼續走上 環刻鋼 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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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êtes 神經 趕 therapeutic forbidden 懷孱 cómo Mac 螺 整個 東 夏